吉隆坡禁思堂迎来全马汉印尼实业家 守届马印实业家交流学习营 希望鼓励更多企业一起行善 当一个人如果知道社会贫穷 一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善心 那但是那是个人的力量 那你如果是一个企业 你这个企业组 如果你有这样的三年 当你知道社会按照需要的时候 其实你是带动一群你的员工 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你是让你的员工不但为你的公司赚钱 而且赚了他们人生很丰富的功德财 企业有大小 但是每个人如果是说花心立业 那其实那个善的共鸣会很大 马来西亚的实业家 他们不只是捐钱 而且是投入又受贞的职位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希望 带着我们的印尼的实业主过来 就是说一个学习一个成长 超过480位学员参与 现场分享嘉宾是实业家 他们另一个身份也是慈激之工 所谓的生命责任 其实对我们自己非常大的好处 做好事要学习 其实进慈激是目的是学习 改善自己 给自己进步 在场大家的默契是彼此都是 社会大学的同班同学 期许两天的营队 从扎实的课程安排 能够鼓励实业家们 在慈善路上 可以发挥更大的企业社会责任 大家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